嗨 大家好 我是杰德奥特曼 听说很多小朋友都知道贝利亚有很多外号 你能一口气说出她的两个外号吗 当然她太坏了 最后被我打倒了 只要你给我点十个赞 我就把她叫回来再打倒一次 你可真是绝世大孝子啊 有小伙伴问我杰德哥哥 身为贝利亚的亲儿子 贝利亚长得那么黑 你怎么可以长得这么白呢 难道说杰德哥哥你不是贝利亚的亲儿子 或者说是别的什么奥特曼的亲儿子 你们可别乱说啊 今天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吧 可不要告诉其他人哦 原因就是从小到大 我特别喜欢吃方便面 大家想想方便面是不是白色的 你骗鬼来 我也喜欢吃方便面 为什么我变成蓝色的了 难道我吃的是假货 其实我的爸爸贝利亚 曾经也是银色奥特曼的一员 后来被坏人趁虚而入导致了黑化 皮肤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大家不要认为长得黑就不帅 大家说说贝利亚帅吗 认为不帅的旧评论不帅 认为帅的旧评论没有杰德帅 其实一个人帅不帅 不能光看外表 就像我 从小没爹没妈 艰苦奋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天天吃泡面 最后还能这么帅 所以你说我帅不帅 我给大家唱首歌 你会认为我更帅 你是一个大帅哥 点赞你很忙 你是一个大美女 点赞你很强 很多小朋友有奥特曼玩具 那你有没有我的玩具呢 有的话就评论有 记得要好好保存玩具哦 我的床下面也偷偷藏了一个东西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你要是能猜对 我让贝利亚给你洗脚 什么绝对不可能 昨天我遇到一个小怪兽 这个家伙可不好对付啊 我光吃土都吃了好几回 你看这是第一次吃土 这是第二次吃土 什么 你说我实力不行 是个拖油行 我可不是拖油行啊 小怪兽就是小小的哭了一下 你看赛罗他在干嘛 抱着脑袋摇得像个波浪鼓一样 所以不是我实力不行啊 其实是赛罗他实力也不行啊 竟然赛罗是新生代老大 是不是该罩着我这个小弟来 结果他的表现太让我失望了 所以啊 新生代老大的位置 为什么不给我 坐坐呢 那么我和赛罗当新生代老大 小朋友你支持谁呢 支持赛罗打赛罗老大 支持我打 觉得大哥大 其实真正打不过小怪兽的原因是 小怪兽他失恋了 哭得很伤心啊 奥特曼的责任是保护弱小 哎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也保护过赛罗 他被贝利亚打伤的时候 就是我战胜了贝利亚救了他 结果他连泡面都没有请我吃一碗 简直是个大大大大大的抠门 好了赛罗 今天晚上要请我吃泡面 我得去狠狠宰他一顿 今天我要吃一百桶 小伙伴们给我点个赞 我就多吃他几碗 吃到他破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